滴滴点滴守护宣布关停 返还之前分摊的全部费用 10月11日消息 据网友反馈 滴滴金融企下大病互助计划产品 点滴守护近期宣布 因业务调整 点滴守护将于2021年10月11日24点正式关停 将全额返还用户之前分摊的全部费用 用户可以在2021年10月11日至11月10日24点 前往app端的点滴守护页面 确认相关信息 申领款项 如你在申领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 可拨打客服热线4006080966进行咨询 IT之家获悉 在2021年10月11日24点之前 首次确诊不幸罹患重大疾病的成员 可于2022年4月9日24点前继续发起申请 符合原互助条件等将由平台承担相应救助金